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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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被特朗普搞得不肯定 例如美金有利和不利因素都在上星期一两天之内发生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我经常说市场所有产品价格 端端不是由我们的想法和分析决定 而根本是由市场参与人士大中小岳的动作 而定买和卖 所以有句说话是市场永远是对的 而端端不是我们这些分析从业园可以决定的 但今天我有一件事非常肯定 就是美国十年期债券的知识 今年之内一定破三枚 昨天才给你们看2002年的增加关税 当时十年期债券的知识是向下走 不是向上走 因为市场看到有些风险大和危机的时候 通常是买债券的 债券被人买 多人买的知识会向下走 这情况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但我现在说的是今年之内 这个关税情况是突发的事件 虽然看历史来说 整年多债券的知识都是向下走 但今年到现时今日未正式公布 我仍然坚持这十年期债券会升破三厘 因为现时亦有些不同的情况 就是通胀 我是以逻辑和理据去分析才有这么肯定 首先大前提 我不相信联储局 会为了这关税的单一事件 而改变缩表的行动 2002年时没有缩表这件事发生 况且暂时到现时今日还未正式公布 特朗普只是故意先洩漏出来25% 看看市场的反应是怎样 一日缩表行动仍然依照程序表去做 没有改变债息都会上升 而短息仍然会加至少三次 已经有联储局官员Dudley出来四次了 今月20日与21日联储局会议有来 第一个揭晓会否先隔一次 再计算数 十年期美债的支息 现在利率刚刚在三厘之下 2.8、2.9不等 仍然是在15年以来的平均支息之下 究竟支下多少呢 仍然比15年以来平均支息率低了0.6% 超过1.2厘 再看三十年期债资息 15年以来平均支息率低了1.2厘 超过1厘 刚刚我上几天和你们说通胀 现在走到联储局门口 敲门进来 通胀先生看来会慢慢迫使 这个知识会继续向上走 从而慢慢接近15年来的平均支息率 为什么有以上分析呢 十年期债资 如果不回到15年来的平均支息率又怎样 是否说吹什么 就是这么简单 我会说吹什么他都敢说 我的理据是 再看清楚一点 如果看现时三年期到四年期的债资 原来已经一早达到15年期平均支息水平 三年至四年 只是30年未曾 虽然这15年平均支息 过去八九年因为量化宽松 因为联储局不断买债 所以三至四年期的利息是低迷 所以拖低了15年平均支息率 拖低了 所以现在在过去一年有多 亦因为联储局不断加息 所以一跌一升 令到现在三至四年期的支息率 可以很容易达到15年来平均利息的水平 但无论如何这状况值得留意 三至四年期的支息 已达到15年来的平均支息率 现在只相差0.6% 只要八一升便可达到 超过三厘 再看看 除了这样的解释、理据、看法之外 再看看基本分析 减税带来的赤字 会使联储局有需要大幅增加法债 这不是我说的 无论中是使用债价 价钱下跌 即是支息上升 就是这麽简单 我看法 升破三厘 最多不会超过几个月的时间 我更看三厘 因为心理关口一破三厘 很容易便会见到三厘三厘 一个骨 会有机会做到 美国的十年期债息会破三厘 会见到三厘三厘 会见到三厘三厘 会否继续升 或在那里培会 大家都不知道 当然要看当时的通胀情况 会是怎样 不妨先看欧洲 欧洲方面 欧罗七至十年期债的债息 现时而言 一直跟着美债的资息上升 但仍然比十五年以来的平均资息低了多少 欧洲债券十年期 低低至多 欧洲方面 欧洲스타em world 欧洲月欧洲相关的会议 升破三厘而又继续上升 如我的看法是3.25厘 我担心的是美股股市 我担心的是美股股市 如果美债十年期知识升破三厘 以后继续上升 我担心的是美股